從遊戲看世界歡迎收看電玩地理頻道 上回我們帶大家認識了許多遊戲中的真實場景 大家是不是很想要去重生一下呢? 沒有跟到團的也沒有關係 趕快來回顧一下我們的上一集吧 而這次我們將為大家介紹 遊戲中出現許多顯而易見的巨大場景 以及他們的由來 每一座建築都有屬於他們自己的歷史定位 而今天我們將會從陸、海、空以及人文背景的深度 來為大家介紹你所不知道的洛盛督 趕快跟著Aries一起去旅行吧 GO! 因二戰而出現的空軍基地 二戰時期美國政府通過軍事訂貨 設立軍事設施和軍事基地 使洛杉磯現代工業崛起 迅速成為美國西埔最大的城市之一 因此也出現了洛杉磯空軍基地 這座落在加州的美國空軍基地 主要負責空間軍用系統的研究和開發 另外還有離洛杉磯約150公里的愛德華空軍基地 以降落太空梭而聞名 作為NASA太空梭第一備降機場 已有49次降落在此 由於涉及國防機密 所以基地的保密程度相當高 遊戲中也出現了兩處軍事基地 大家知道在哪裡嗎? 相信玩家還記得和朋友一起潛入 桑庫多堡壘偷坦克偷戰機 然後大肆破壞的熱血回憶吧 全美最大港灣 洛杉磯作為美國西岸的貿易樞紐 其中洛杉磯港是海上運輸的重要設施 同時也是全美最大的海港 處理了美國西海岸70%的總貨櫃量 遊戲中西門會常常請玩家 偷來指定的名車 由這裡偷渡出去賺起金錢 在探查港口的任務裡 崔佛和他的同伴就會喬裝成工人 來這裡搬運貨櫃 現實中也不時有偷渡客 在此偷渡入境 讓美國當局傷透腦筋 世界級規模的高速公路系統 洛杉磯擁有世界最大的 高速公路系統之一 四同巴塔的高速公路 與城市街道綜橫交錯 是美國高速公路最發達的城市 遊戲中的高速公路 時常會有缺口讓玩家挑戰飛車特技 同時也是全美擁有汽車最多的城市 或許因為這樣 還有好萊塢等上流名人的加持 遊戲中也忠實呈現了許多 以真實名車為原型的超跑 讓人真的忍不住想按F啊 遊景這麼多 因為掏到黑金啦 在洛杉獨中開車顯晃時 不可能不看到沙漠中那些巨大的遊景 這是由於洛杉磯在1848年 因西部的淘金熱而吸引了大批的移民 到了19世紀末 20世紀初又發現了石油 讓城市開始蓬勃發展 所以洛杉磯有不少的專遊設施 遊戲中也一併忠實呈現了 在線上模式中 傑瑞德的猜是油氣沖天 就會叫玩家前去遊場 偷取黑幫交易的骨科檢 也是玩家刷錢的好選擇 相信許多玩家的骷髏碼 就是這裡而來的吧 移民與幫派 因為交通設施與天然資源的加成 讓許多不同人種 紛紛投向繁華的洛杉磯 大量的移民時的洛杉磯 成為一個多民族且多文化的城市 各色人種也形成了各自專屬的城 像是日裔的小東京 是美國三個正式的日本街之一 華人的唐人街 可以看到李小龍的雕像 和許多中國風的建築 在遊戲中 也可以看見中國風格的建築 像是可以飛車特技的涼亭 而且玩家們可能不知道 洛杉磯本是墨西哥領土 因為墨西哥在1848年 美墨戰爭中戰敗 才將加州割讓給美國 因此墨西哥裔的居民佔絕大多數 遊戲中麥可摧毀了 馬丁馬德拉索的一棟豪華別墅 而馬丁就是墨西哥黑幫的老大 此外還有中國和韓國的黑幫 結局任務中 富蘭克林會去殺了三合會的老大 就是幫派文化的呈現之一 不只是幫派文化 種族歧視的議題 也在遊戲中真實反應 像是有黑人較為聚集的葛洛夫街 只要玩家有稍微挑釁的行為 就會被請吃花生 在同一個地區 遊戲也將現實中的 脫衣舞娘俱樂部 The Body Shop 完全重現 遊戲的還原度非常高啊 玩家們如果有機會 可以去實地考察一下喔 但脫衣舞娘畢竟沒有辦法化解 種族間的緊繃感 1992 年曾經發生了洛杉磯暴動 起因是四名白人警察 毆打涉及交通違規的黑人 羅德尼金 最後卻無罪釋放 導致上千名非裔與拉丁裔人士上街抗議 最終引發了一連串的暴動 約有53人於暴動中死亡 數千人輕重傷震驚全球 遊戲中很故意地埋藏種族歧視設定 像是有玩家做了實驗 平平都是拿槍經過警察而已 黑人的富蘭克林 就比較容易被警察逮捕 而更有趣的 在遊戲中如果殺死黑人 旁人幾乎不會在意 連救護車都直接開走 但如果是白人就會馬上被通緝 經過這麼全面的解說 是不是覺得對洛盛都和洛杉磯 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了呢 就算破台的玩家們 再打開遊戲好好徒步觀光一下吧 相信會有一省不到的收穫喔 喜歡我們全新節目內容 可以按讚訂閱和分享喔 大家之後想去哪裡玩呢 也可以告訴我們喔 從遊戲看世界電玩地理頻道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